啊 那就來今天的凡事吧 今天是6月30號 那麼 對 沒錯 今天比昨天提早這個值得 加獎 對 之所以會提早就是 我現在對於每天的Lay night routine 有一個 更加準時 什麼時候要開始做什麼事情 然後可以讓我達到 盡可能11點15分 睡覺的這個目標 當然今天11點15分 又有難度 又有難度但是 還是 比昨天進步就好了 對 那麼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的Lay night routine 然後以及從何時開始這樣 對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就要來分享 今天最值得來做 回顧的一件事情 呃 我現在 打算摒棄以前流水帳的方式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那我們就切入正題 那麼今天最值得去 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 好 我承認我今天我用了Facebook 五分鐘 原因是因為 呃 陳翰 他告訴我有一個實習機會 那個實習機會 一定要加入一個Facebook的社團 我才能夠做參與這樣 對 然後所以說 我在這樣的條件下面 我就使用Facebook 我 這是我 今天是我第24天 停止使用Social Networking 然後這是第一次登入 其實整體來講 因為我完全沒有去看什麼動態不動態的 所以 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講還好 但是 因為我加入那個社團 它是 呃 就是正大的實習機會 好 在之中呢 它有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影響我 至少在當下 那就是 呃 我看到一個 我以前很厲害的 我認為很厲害的一個學弟 然後 然後 他比我小兩屆 然後 他就是在音樂方面 也表現得 比我更為突出 在國中的時候 然後 呃 我看到 喔他竟然在那個社團裡面 就是正大裡面 我發現 喔他竟然念正大經濟 然後在當下 我其實 突然有一個 比較新出來 這是 呃 對 這個是我 一直以來的一個 我認為是缺點 因為我 在練習冥想過程 之後 我認為比較新 並不是一個 必要性的存在 我認為 對 我認為比較新 的確沒有存在必要性 然後我們也還是可以持續做 呃 我們喜歡的事情 然後 然後 認真的去做它 比較 這件事情 我認為真的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好 那麼 所以在當下 我並沒有意識到 我又陷入這個情緒裡面 我又陷入這個比較心態 然後 讓我覺得有點 我怎麼 現在 怎麼爛 這樣 所以 到直到後來呢 呃 我 安靜下來 然後我又在 就是我 反正我後來五分鐘後 我又登出了 對 然後這次使用Social Networking的感覺不是很好 好 那麼 我們就來想想這件事情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 很厲害的學弟 他上了政大經濟 就這樣 Period 這也是 呃 冥想所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了解一件事情的本質 然後 所有情緒 情緒沒有分為好壞 情緒呢 只是在你的延伸思考之後 你的延伸的思緒 會導致你的可能難過的情緒 變得讓你憂心 讓你惱怒 但是難過的這個情緒 其實就只是來了 就走 那個是你的延伸思考 才會讓難過這個情緒 變得不開心 好 那麼 我們就把 這樣子的概念 同樣套回到 我今天發現 很厲害的學弟 到上政大的這件事情 好 那麼 那就是 他上了政大 好 就此打住 那麼我們 可以去 想的這件事情就是 好 學弟上了政大 那麼 他很厲害 我非常祝福他 那麼 如果以後 以後 以後有機會 可能相遇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聊一下 經濟上面的話題 我相信 因為他有這個政大的水準 並且 我有稍 我今天那五分鐘之內 也有看一下他動態 他是非常認真的在 經濟這塊領域的 那麼 我就可以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能夠跟他 多做一些學習 因為 畢竟他是非常認真的 在 專研經濟這個領域 對 那麼 這個也是一個 綠燈思維運用 更是一個 Storiesism的本質 就是 我無法控制外在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能夠選擇 如何去經濟他 我無法控制外在的事情 就是很厲害的學弟他上的政大 那麼 我如何去經濟他 我會想要用一個 讓我很開心 並且對我有幫助的方式去經濟他 也就是 好 那麼 或者說以後 我在遇到一些問題上面 我也可以跟他有一些交流 或者說是 因為我看到他之前 他有去 國外做交換 那麼如果我研究所要做交換的時候 我就可以 問他 然後問他一些 相關的事宜啊 這個就變成一個很正向的方式了 然後 並且我也能夠善用這個人脈 對 就是一個政大 然後並且非常 認真的在 這個專業上面的一個人脈 對 沒錯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也就是 當你遇到一件 讓你 難過 憤怒 充滿 你覺得不開心的情緒的時候 你先去想他的本質 然後 再去重新的 interpret他 就是 我們無法控制外在發展事情 但是我們能夠選擇如何經歷他 而這個經歷就是一個 我選擇的經歷就是一個 用正向 並且對自己有幫助 幫助的方式來去經歷他 那麼 自從我這樣想之後呢 我的心態就 我認為 就回歸到一個 我自己 喜歡 並且 正向的方式 然後也對我有幫助的方式 就是 我多建立了 一個 經濟 並且 有留學經驗的人脈在這邊 因為我跟他是有交流的 只是 自從國中之後 就沒有 就沒有這個 互相了過天 但是 這就是一個人脈在這邊 那麼 也是對我有幫助 然後 對 也希望他未來能夠 持續過很好 這樣子 或者說是在這個領域上面 更加的搶人 這樣子我們以後就可以有一個更加 等我變強了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更加深入的一個交流這樣 那麼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互惠的一個系統 存在 對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個分享 Stoicism這個哲學理念的分享 然後 再運用了 綠燈思維 對 Stoicism加綠燈思維 就是 我現在對 Relationship 外在發生事情的一套 處事方法 那先這樣啦 大家晚安 我要準備睡了 掰掰